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将举行一个签字仪式 川普告诉记者 是的 我们最终会碰面 然后很快签约 因为我们想要完成它 交易已经完成 目前正在翻译 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12月13日表示 两国代表将在1月的第一周签署第一阶段贸易协议 北京方面尚未证实美国官员公布的协议的具体内容 中国商务部的一位发言人上周表示 具体细节将在正式签署协议之后公布 下面看后面的消息 你的密码国家统管 中国密码法上落 中国13届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密码法 将由中央设立的国家密码管理局统一管理全中国网络密码 并将从元旦起实施 宣称此举在于保护网络讯息安全 未来密码将分为核心普通以及商用三类 商用密码则用于保护部属于国家秘密的资讯 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可以依法使用商业密码 相关部门会制定商用密码国家及行业标准 如果有可能影响国家安全情势 则必须通过审查 据央广报道 中国10月间在人大常委会议上通过的密码法 即将于2020年元旦上路 根据新华社报道 这部密码法立法着重在规范密码应用和管理 促进密码事业发展 保障网络与讯息安全 提升密码管理科学化 规范化 法治化水平 是中国密码领域综合基础的法律 密码法为6月25日 由中国国家密码管理局提出 并于12月26日举行的第13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4次会议中通过 根据密码法规定 元旦开始实施之后 中国密码将会分为核心密码 普通密码和商用密码 其中核心密码 普通密码用于保护国家秘密资讯 商用密码则用于保护不属于国家秘密的资讯 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 可以依法使用商业密码 相关部门会制定商用密码国家及行业标准 若可能影响国家安全 需通过审查 中国国家密码管理局表示 需坚决贯彻党管密码根本原则 落实中央指示批示精神 走中国特色密码发展道路 并表示要把密码安全教育 纳入国民教育体系和公务员教育培训体系 并会全力以赴推动密码法落实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 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对此外媒在当时人大新法通过之后 便曾提出看法认为 中国推出新法案实际上是冲着数位货币的发展而来 同时也是为了加强管理高度 应用密码学而新兴发展的区块链技术 特别是区块链特有的抗审查能力 已经让中国高层引起注意 好 我们看接下来的消息 中日韩三国联手推动美朝核谈判 正在中国成都参加中日韩三国峰会的领导人同意 将共同努力推动美国与朝鲜恢复去核化谈判 朝鲜要求美国在今年年底前改变其对朝鲜的敌对政策 展现出灵活性 恢复双方在去核化问题上的谈判 据美国之音报道 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和美国总统川普 从2018年6月首次会晤以来共举行过三次会晤 但是朝核谈判并没有出现明显进展 朝鲜要求美国首先解除部分国际制裁 韩国总统文在寅在成都会见中国总理李克强和日本首相安倍之后表示 中日韩三方已经就相互之间进行密切沟通的重要性达成共识 文在寅在联合记者会上说 韩国中国和日本三个国家一致同意 继续保持密切沟通与合作 为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以及长期和平而努力 文在寅说 我们都认为朝鲜半岛的和平符合三国的共同利益 并决定要共同努力通过推动朝美对话 确保去核化及和平进程持续下去 李克强说 美国三国领导人重申有必要通过对话解决朝鲜问题 三国需要为此进行合作 中国是朝鲜最重要的经济和外交支持者 但对平壤屡次进行导弹实验和核实验并不赞成 美国的朝鲜政策特使斯蒂夫·比根上周对中国进行了两天的访问 会见了中国外交部的两位副部长 之前他还会见了韩国和日本的外交官 比根的这次穿梭访问是为了防止东亚地区出现新的对抗 而做出的最后的努力 中国和俄罗斯上周在联合国安理会提出取消对朝鲜的部分制裁 以打破目前僵局 另据美联社报道 中日韩三国领导人还就自由贸易和经济合作问题进行了讨论 李克强表示三国都赞成自由贸易 并愿意推动经济整合 中国认为保护自由贸易有助于保护多边主义 有助于保护世界和平 中日韩三国峰会始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 那场危机给该地区的经济造成了很大的破坏 但也因此推动各方扩大经济一体化 去年三国的贸易总量高达7200亿美元 占全球贸易总量的24% 安倍提香港新疆 习近平则闪烁其词 据美国之音报道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 23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进行了会面 安倍表示对香港局势深感忧虑 并强调香港在一国两制下保持自由开放 非常重要 有关新疆等中国内部的人权状况 也希望能开诚布公的说明 不过习近平则以这是中国内政一语带过 在双方45分钟的会谈中 安倍还呼吁中国政府在钓鱼岛周边所做的挑衅举动应有所克制 另一方面 韩国总统文在寅在与习近平会面时 则表示 无论香港事务还是涉及新疆的问题 都是中国的内政 第八届中日韩领导人峰会在时隔19个月之后 于24日在四川成都登场 中国官方宣布这项会议 将由中国总理李克强主持召开 好 接下来我们关注跟圣诞有关的消息 家庭教会圣诞聚会便非法 中国全面禁止 大教堂评票入场 今年的圣诞节期间 中国家庭教会遭遇比去年更加严厉的限制 广东 山东 河南及四川等地家庭教会的基督徒披露 当地政府禁止信徒庆祝圣诞节 市面上连往年随处可见的圣诞数都没有了 昆明市一物业管理公司近期向商户发通知 禁止过圣诞节 据自由亚洲报道 12月24日平安夜当天 中国广东 山东 云南 四川 贵州等地的家庭教会信徒抱怨 在当局严厉禁止下 今年无法进行平安夜聚会 不能过圣诞节 山东一家家庭教会的约翰牧师本周二说 我们都不敢公开聚会了 都被定为非法聚会 说我们没有登记 因为我们不愿意加入三次教会 我们今年的圣诞节都不行 不能搞活动 前几天晚上 我们在各个小组内庆祝了一下圣诞节 不像以往 我们可以上千人聚在一起庆祝 四川东部一家庭教会李牧师说 公安禁止他们教会过圣诞节 我们这个地方就是不准过圣诞节 全国都一样 李牧师带领的教会 有一千多位信徒 往年的圣诞节 该教会都会举办各类庆祝活动 但自2017年开始 当局逐步限制该教会的宗教活动 比如只准许信徒在圣诞节前十天聚会 但到了2019年 该教会的活动被全面禁止 广州广福教会一位牧师说 公安不准他们在圣诞节期间聚会 他们会选择其他方式庆祝圣诞节 该牧师还说最近在各个商场和超市 就连圣诞树及圣诞灯饰都买不到 基督徒约翰说 山东各店铺也停止出售圣诞节用品 昨天晚上我还去超市看了一下 确实买不到 他这是要强制驱逐基督徒的印记 我们当地的超市圣诞树都不让卖了 圣诞贺卡也没有 今天晚上是平安夜 青年人都去KTV酒吧狂欢 云南昆明市经济开发区内 一大型住宅商业区的物业管理公司 近期向当地企业及商户发出通知 禁止庆祝圣诞节 12月17日 云南甘达盛物业管理公司 发出一份通知 声称接派出所通知 圣诞节期间禁止 所有一切庆祝活动 包括宣传及相关的装饰品 此节日不属于中国的传统节日 贵州省前西县教育科技局 于本月23日下达通知 禁止必结识学校幼儿园 以及官办或民办学校过圣诞节 禁止学生到各教堂 扮演小天使等角色 并要求家长阻止学生 参与圣诞节平安夜活动 相比去年 中国各地当局 从禁止学生过圣诞节 今年就连教会都不准 举行庆祝圣诞节活动 据网络消息说 中国国家宗教事务局 要求所有大城市的教堂 教友需评票入场 并严厉控制参与人数 舆论认为当局正在全面 消除天主教及基督教 在中国的影响力 中国艺术展 斗胆反思人脸识别技术 中国一个探索人脸识别技术 给人们带来影响的艺术展览 在中国南方城市深圳开幕 这个展览为人们反思 科技公司和政府无处不在的监控 提供了一个难得的公共空间 据美国之音报道 2019年深港城市建筑双城双年展 由深圳和香港共同主办 12月21日在主展场深圳福田高铁站集周边开幕 中外艺术家的60多件作品参展 探索艺术变革导致的城市匿名性的丧失 2019年深港城市建筑双城双年展的主题是 城市交互 展览包括城市之眼 城市生围两个板块 分别从不同角度探讨城市空间 与科技创新之间不断发展的关系 总策展人之一的建筑师 麻省理工学院和赶之城市实验室负责人 卡洛拉蒂在接受路透社采访时表示 传统上来说 车站是一个可以隐性埋名的地方 但实际上 他们已经成为了一目了然的地方 这是我们要探讨的议题之一 这个展览开幕的日子 正值中国的一个敏感时期 反对中国影响力的抗议 已经在香港持续了数月 人脸识别技术的迅速蔓延 引发了公众对个人隐私的辩论 纽约时报11日报道 北京的一个艺术中心取消了美籍华裔艺术家 刘洪的画展 这个画展原定12月6日开幕 但是参展作品中有一幅2011年的画作 画中12名身穿校服 戴着防毒面具的女学生在进行空袭演习 尽管这四张取材于一张二战时期的空袭演习的照片 但该画作可能让人们联想到 戴着防毒面具的香港抗议者 这个敏感话题 拉帝在接受路透社采访时说 在香港抗议活动继续之际 他们在深圳找到一个开放的讨论空间 他说恐怕没有比深圳是更适合讨论这些议题的地方 这是个全球性的问题 应对这个问题的最佳途径 是开放这些技术 并把它们交到公众手中 关注中国国内的消息 中华副老总杜克平受贿1265万 判求11年半 曾遭中纪委通报 称违反政治纪律 对抗组织审查 且在中共十八大后不收敛 不收手的国企 中国中华集团公司前党组成员 副总经理杜克平 今早在山东省微海市中级法院 一审宣判 杜克平因涉嫌受贿遭判求11年半 罚款130万元人民币 并查封和扣押赃款赃物 不足部分继续追缴 法院审理查明 现年58岁的杜克平 在1999年至2010年期间 利用担任中华集团副总经理 中华香港执行董事和总经理等职务便利 为有关企业在经营化肥业务 获取港口代理权提供帮助 索取或非法收受现金 股票收益及房产等 共折合人民币1265万元 法院认为 杜克平身为国家工作人员 利用职务上的便利 为他人谋取利益 非法收手他人财物 数额特别巨大 鉴于他如实供述 依法从轻处罚 杜克平是山东招远人 去年底因涉严重违纪违法被查 中纪委的通报曾称 杜克平违反政治纪律 对抗组织审查 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 公车私用 违反组织纪律 不如实申报个人有关事项 违反连结纪律 违规经营经商办企业 涉嫌严重职务犯罪 通报还指杜克平理想信念丧失 纪律意识淡薄 生活腐化堕落 严重违反党的纪律 涉嫌违法犯罪 且在中共十八大后 不收敛不收手 群众反应强烈 影响极其恶劣 应与严肃处理 接下来我们看下面的报道 北京医闹受吸女医生抢救不治 医患关系今年成为关注热点 商医事件时有发生 北京民航总医院今天上午发生意外 一名男子持刀扎向一名急诊科工作的女医生 女医生经抢救不治 持刀嫌犯当场被控制 已被刑拘 案件正在进一步调查中 据中国媒体报道 今天六十许 北京市局110报警服务台 接报警称 在民航总医院 一男子持刀将一女医生扎伤 民警迅速赶到现场 将犯罪嫌疑人孙某男55岁 当场控制 受伤医生受伤后急救 至中午12点 抢救无效去世 目前犯罪嫌疑人已被朝阳公安分局 依法刑事拘留 案件正在进一步调查中 据了解 持刀商人的嫌犯 是急诊科留院观察的 95岁高龄老人病患的家属 之前曾引起医患冲突 网民多感叹 做医生不容易 也有网民表示 该案情结严重 应严惩凶手 民航总医院 位于北京市朝阳区东部 市集医教严防议题的 三级综合医院 保加利亚龙婆预言 2020年中国遭遇海啸 世界知名的预言家 保加利亚已故盲人万家 生前对2020年的预言 引发许多人的讨论 她的预言包括 明年世界将遭到更多的灾难 其中中国将成为 大海啸的受害者等等 这真的信不信有你了 据香港经济日报引述 英国预报报道 盲人预言家万家 是世界上非常知名的预言家 由保加利亚千里眼称号 她在85岁高龄已经去世 但她生前在长达50年的 预言生涯中 做了几百次预言 准确度被称高达85% 例如坊间有指 大浪将席卷海岸 人们将在水中消失 就被认为是2004年南亚大海啸 此外美国将被两只铁鸟击中 被认为是指2001年的911事件 至于俄罗斯1990年的 库斯克号核子潜艇沉船事件 以及关于ISIS崛起 与英国脱欧 她也都准确预言 而万家生前预言 2020年世界将受到更多的灾难 包括中国、日本、阿拉斯加、巴基斯坦 都将出现大海啸 地震也将给亚洲带来冲击 至少会有400人身亡 欧洲将面临极端主义的入侵 化学武器之战也将开打 英国会出现经济危机等 这些预言是否危言耸听 就交由大家自行判断 外界分析认为 虽然万家的预言 被指准确度有85% 但相对时间点与部分预言尚未成真 其中包括她曾预言 俄罗斯总统将会遭到杀害 美国总统将会因病倒下 2010-2014年会爆发核战等都没有发生 全球新闻大集合 SixDude.News 网页版APP任您选 六度新闻 一网打进自由新闻精华 SixDude.News 六度新闻 SixDude.News 全球新闻大集合 SixDude.News